大家好,歡迎您來到最品味頻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非常有名的菜 豬肉燉粉條 兩磅的五花肉 還有食用油,醬油,料酒,蔥,姜,大料 切薑片,切蔥段 先把五花肉放入冷水中飛水 煮開大約五分鐘 放入薑片,大料,蔥段,料酒 撈出肉塊,涼一涼 然後切成小塊 邊長大約兩釘米 鍋裡放入少許油 把肉塊倒入鍋裡 用中火慢慢翻炒 套出肉裡面的油 豬肉燉粉條是東北菜的代表之一 是東北四大丼的滴滴燉 這道富有東北風味的菜餃 深受各方人士喜愛 東北地區地域廣闊 人口眾多 這道菜也由於各家口味的不同 衍生出了多種不同的做法 肉裡的油靠出來很多 這個時候放入蔥段 大料,薑片,繼續翻炒 加幾塊冰糖,繼續翻炒 繼續翻炒 肉裡的油又出了很多 這時肉已炒出香味 加一點料酒,醬油 繼續翻炒 現在加入開水 水要沒過肉 然後蓋上鍋蓋 慢燉大約三十分鐘 加兩片陳皮 三十分鐘, 肉差不多凍好了 加入粉條 粉條絞硬 蓋上鍋蓋燜一下就變軟了 要不時地攪動 以免粉條粘鍋 如果水不夠可以再加些水 加一茶勺鹽 可根據個人口味調節 小火慢燉大約十分鐘 粉條有八成熟了 加入手撕的洋白菜塊 攪動一下 然後蓋上鍋蓋燜一會兒 要不時地攪動 避免粉條粘鍋 東北名菜豬肉燉粉條就要出鍋了 謝謝收看 如果您喜歡請點贊 點擊屏幕右下方訂閱我們的頻道